歷史有這麼多麻煩的事情要打點嗎 沒有啦 聽說領事業跟他就很好 私交也很好 因為你用一萬塊買 好 我們進直播了 我們今天第一位來賓是葉遠之 大家好 葉遠之今天看起來很不一樣 因為藍頭髮 感覺頭髮比較多耶 而且比較黑 因為髮線比較低 對啊 你前置很憔悴 但我知道你是要呼應啦 因為那個無影組最近好像也被討論說 他長了幾歲這樣子 沒辦法 就剛過年 總是會長一歲 好 第二位是楊明 大家晚安 好 原之你過你要怎麼過 沒有 就一樣 在板橋模仿劉德華 繼續模仿劉德華 就是跑跑地方 講到自己 我在想出國 但是還沒有想說去哪裡 你應該說我要陪侯市長拜廟 好好拜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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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神明 好好購台灣 就怎樣 這樣可能會跟民進黨撞口號 你們侯友宜到底怎麼回事 侯侯是他自己的 侯郭的那些傳舞是他們那邊的人放的 我聽說是 因為中間有很多人在傳說 網友很厲害的說是愛金放的 不是我講的 昨天我們在聊的時候 聊天室的人想 阿翔也知道是愛金放的 我想說 哇他還會講到愛金這個名字 應該說侯跟郭中間有很多共同友人 他們都有參與這些 這我們都知道 誰放的 我覺得是共同友人放的 我覺得 那他的用意 他的用意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他要促成 郭站隊侯友宜 他要促成這個事情 沒有我覺得某種程度是要告訴大家 侯已經就是 大肆底定 有這個意願 布局好了 而且是把郭搞定了 告訴大家他的背後有一個人力挺 那豬現在的心情會是什麼 你老闆到底是姓豬還是姓侯啊 你不要跟我說台灣人板橋人 板橋人 姓板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豬也不用擠 我覺得其實他們都沒有擠 因為真正會 這個事情需要先底牌的時候 都是明年四五月的時候 今年啦 今年四五月的時候 你還在過去年 今年四五月 現在我覺得講這些都只是花絮 他們都還不到先筆 你不要講這些虛的 我說真的 所以你要問朱立文 所以你說朱立文也會有動作嗎 沒有 他也不需要現在有動作 因為現在難投補選 之後再怎麼樣再看也可以 而且我覺得 補選有什麼好聊 我自己認為郭哥 補選是蔡培會對上那個 林明珍 照理講誰會贏 應該林明珍 照理講 補選 因為補選 而且我說 你說那個新聞寫說什麼 郭跟侯已經觸及到說你選我不選這個話題 我覺得這根本就客套話 這根本就是 你來啦 你來啦 就好像我說 葉原知跟吳彥祖一樣帥 這個是客套話 違背陽心跟違背事實 這個正妹 楊明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就讓給你 不過我覺得一個指標 一個指標就是郭台銘都沒有回應 然後 他新歷年沒有在臉書發文 原知你位置這樣下去一點點 就是郭台銘這個元旦他都沒有發文 郭台銘元旦 對對對 跟那個葉旦姐 可是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他旁邊的人有去跟記者講說 這個方向是對的 真的喔 對阿 他說他就 他才選的機率很低 他旁邊的人有出來狀態 他不是說從0%變成3%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很低 哥高一點點不好意思 謝謝謝謝 Winno的辯論會真的讓我傻眼 那不是辯論會 他沒有勾辯論 因為我不知道說要勾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看到的證件會 就是你一次我一次 兩次就結束了這樣 至少 那個之前議員的是好像 藝人也是15分鐘 也是15分鐘還是30分鐘 可是很多市長是可以兩次啊 就是至少你前面講什麼 我可以回答你 沒有因為補選他的時間比較少 50分鐘 沒有 可是如果50分鐘 證件式的 只要是證件發表就沒有 就沒有這個一次兩次 對他就一次 可是這樣很 他就他不要辯論 就像葉元之競選議員也是一樣 公辦證件會就是去 而且我發現 吳一辯最近用字越來越激烈 你說比較這個 比較要這個 比較要這個討好勝率的選民 不是我覺得你罵人家 比如說你要講說什麼 他人身攻擊什麼 那你要告訴我他人身攻擊 比如他罵你矮 罵你醜 有啊他說農包啊 農包算人間攻擊 農包還好吧 那以前韓國瑜都說草包 那是黃子哲講的 不是王宏偉講的 喔 對啊 那他也要搞清楚對象 沒有他就說 他國民黨一家親嘛 國民黨就是國民黨 葉元之也算在一起 等一下 三七四三 農包我覺得還好 四五四三 好 那如果有人說葉元之是農包呢 他要叫原包 我們被罵得更難聽的都有 還是你是包織 包織啊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什麼 就是彰化有票選 金蟲量最高的 有有有有 不是啊 他那個應該是一個什麼 類似那種捐金診所 但應該是那一家診所 在行穴頭 在行銷 金蟲量最高的是什麼 人喔 對 然後他說什麼 最高的是 最高的有三億隻這個金蟲 然後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那個金蟲在跑的那個畫面 是嗎 我看到說 哇這個也是個新聞喔 我真的 我本來以為是國外的新聞 滿有趣的 沒有 因為昨天 那個有報紙頭版 是講那個少子話 所以這個就可以當 你要類似種馬的這種概念 但我覺得說得有點假 就是那個訪問的過程有點假假的 會變成波種 波種王 搞不好魔獸就是來台灣波種 不是說明年 講這種話會不會罵 明年我們就有英國 今年下半年會出現很多小魔獸 別這樣 新聞寫的啊 不是我講的 對啦 那是網路感 所以六千塊 他的意思是三月發嗎 三月都有決定嗎 可是這不就是最開始的那個版本嗎 最開始的版本就是說發兩次 一次三月一次七月後 所以七月後還是再一次 最開始的版本就這樣說了 後來一抽來後就東歪西歪 可是你現在講的不是 你說如果是三月 那就跟最開始那個版本是一樣 分兩次一次三月一次七月後 你就沒有那個版本 好像有 對啊 攝影大哥拍誰 你們要換位置喔 沒有 那個 各位網友我們第三天 剛剛好第三天的優惠了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 他不是只有單純的B桿 因為如果你單純只有用B桿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 你可能前面兩三個小時有用 但續航力很差 但是他因為他有加上馬卡 人參跟薑黃 所以他其實一來可以讓你的續航力 在當天是比較久的 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們有些 我們自己國民大會的粉絲 他有血性回饋 比如說有一位這個 大概四十歲左右的男性粉絲 跟我們客服 講說他的經驗就跟我完全一樣 以前可能吃B桿 或者沒有用這些保肝的食品的時候 這個保健品的時候 到了晚上真的沒什麼體力 攝影大哥也有人用 用了就是晚上沒有辦法帶小孩 因為就是累 就是要休息 可是用了之後 他發現下班之後還可以去運動 還可以帶小孩 來讀書或陪他玩 還有一個是長期的 比如說我吃了好幾個月之後 上一次九月份去澎湖的時候最明顯 一般我們這種跟原資一樣 上了年紀的 白天玩水 就早上如果玩水 下午一定會哈一對不對 就體力不夠嘛 但我去澎湖玩水 下午不會哈一 我不會 你不會玩水 我還年輕 你怕髮 我還年輕 你怕髮片會跑掉 我沒有髮片 還有另外一位是五十歲 我剛剛直播口誤 說五十歲的小學女學生 誰是小學女老師 女老師她也有分享 她看了我們節目 她說她老公的肝指數 GOT GPT異常 那聽我們這樣介紹之後她吃了 結果後來發現真的有改善 然後精力也變好 但她有抱怨 是不是好像沒有很便宜 但是她覺得至少整體來講 還是健康投資 就是值得的一個投資 那我們的優惠 就剩今天最後一天 一大一小 兩大兩小 就一大罐 或一大一小罐 兩小罐都會送一包 然後我一直講錯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包 我一開始以為是五百塊 後來我才被糾正說 那一包是七百八十塊錢 我聽了嚇一跳 說哇七百八十塊 所以我自己有個朋友 他就早上傳訊息給我講說 我不小心訂錯了 訂成一罐一罐 就是兩個訂單 我說那你損失了七百八十塊 就是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那七百八十塊是會另外送的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 然後大罐的價格是比上一波 我們推的優惠更加的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最後一個時間 保乾的產品 那種保電食品都比較貴 單價都比較貴 當然啦 而且重點是 因為裡面東西都是比較正貴 而且還有白身 光是白身成本就很高了 這是一分錢一分貨 4947 不動一下 我剛剛熬了四十幾分鐘都打不開 結果現在突然打開 之前是不是有發生過那什麼 哪一個什麼牙醫還是什麼材料商 那個什麼案子 他們也是就是去有罪嘛 他那個是什麼 所以後來是無罪吧 後來無罪 有好幾件啦 有好幾款啦 這查不到對價關係 牙醫那個就跟陳時中有關啊 那個好像有翻盤 一開始是有罪 中藥商 中藥商的判有罪 牙醫醫才那個本來是有罪嘛 沒有沒有有些立委都有罪 還是有些人有罪 有有有有 因為他們那個是有收錢 那個時候是沒有陽光法案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政治獻金 所以很尷尬 對那時候沒有政治獻金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用行賄來處理 對那像高智鋒那個也是啊 就是說他定義為政治獻金 但那時候沒有政治獻金法 所以就變成用行賄 那現在就應該比較明確了吧 現在的關鍵在於說你有沒有對價 就是第一個你有沒有給利益 然後有沒有對價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立委 不會笨到直接拿錢了 就是中間人還是什麼 要拿錢都不會不會那麼 那要怎麼講 有各種方式 比如說第一個你金流是不能被查到的 就是比如說現金交付 這講這個會不會被那個 沒有我們是在講那個樣財 你說說高鐵上面我用行李箱裝三百萬 然後你再去拿的話 你這樣紫色性有點強 誰啊 三百萬太敏感 裝錢啊 人家要開珍珠奶茶店 對我說不會用那種什麼 你帳號給我我會給你 不會啦這種覺得不會 就查不出金流 其實還有一種聽說最多 就是以前在疫情之前比較多這種現象 就是直接給明表 給明表啊 明表 明表會賣得掉嗎 就是出國啊 就換現金啊 明表可以出國賣 我怎麼一直聽說表其實是賣不掉的 你要看是什麼表 我覺得對明表的行賄 或投資有點疑慮 一種邏輯是在海外 這個我沒有講什麼案件什麼狀況 一種是他到海外拿錢 就是他們出國的旅遊的那個 拿到了這個匯款 或者賭場裡面洗錢 然後呢 對就會到賭場 把他這個拿去換成籌碼 最後呢再把這個錢拿去 在那個賭場周邊 就會有這種把你換成金品 換成明表 然後再帶回台灣 因為你現金只能帶固定的額度 然後金品就可以正大光明進來 然後到台灣再換成錢 你就帶在手上啊 就帶進來 沒有人會檢查 對啊 就這樣啊 就是堂而皇之 把那個錢 非法的黑錢直接合法 為什麼你講這些過程的時候 夜言之都很緊張 沒有 我是在研究這個牆的煙 沒有 所以那個年代就會 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層級 還沒到那個Label 那個年代很多人就說 常常去澳門啊 常常去哪邊的人 就比較有嫌疑 因為那邊有賭場 比較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不是有一些 但是因為台灣人 那時候去澳門的比率非常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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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